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大家才可以再all in 买股票 现在走到路上只要跟人家讲股票两个字 大家眼睛就亮了 马上转过来 原来是洪老师 什么可以all in 最近大家买股票就这样 all in 跟他拼了 对不对 买来没有仗钱 陷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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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来每天仗钱 刚才好而已 你就当做买卖股票 好像在打电动一样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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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过关 啪啪啪啪啪啪 過关 对啊现在年轻人就把 投资股票当做 打电动这样子 那希望你是可以无限量 就是那个min min的那个数目可以无限量 不然你如果是你那个血量不足 可能动不动你就唧唧 动不动就唧唧 上市上跪 去年大传 所以我还是看好 这个盘 我觉得今天也不错啊 成交四千多亿 对不对 外资卖了两百多亿 他卖什么 你觉得他卖什么 不用看就知道 他可能又去卖台积电了嘛 台积电我最近都不要讲了 我说 我讲完他就一直跌一直跌一直跌 然后反弹你又不走 然后他等一下又一直跌一直跌 等一下又怪我 我说干脆不要讲 干脆不要讲 你随便找一个传产的龙头 你看 今天台坡掌停板 台坡 台坡掌停板 对 你看不起他嘛 对不对 做玻璃的怎么会赚钱呢 对不对 这股票十一块涨上来了 我也知道啊 现在二十八 那就不用讲长龙了啊 长龙海运 外资早上报纸刊那么大一条 对不对 说上看一百零一块 我的老天爷啊 所以我也没话讲啊 他今天也涨停板 七十五块九啊 投资朋友啊 三十四块换你买一次 三十四块一波做起来 做到五十六块叫你走 结果这几天还没起到七十五块到 我也是无言啊 这股票已经全面喷出啊 我是曾经拥有 而且 铁一般的事实是 你看节目乱买都大赚 会员就不用讲了 赚到翻掉了 赚到翻掉了 已经都不知道 爸爸妈妈是谁了 只知道 温老师是阿恨老师 对啊 已经赚到齁 赚钱赚到的 爸爸妈妈是谁都不重要 小孩子怎样都不重要 我知道 老师信息来赶快买 不然冲出去的话可能跟不上 好 那你这部分你要特别注意哦 接下来怎么做 你要去买七十五块九的 长龙海运 还是说你买刚刚出来的 刚刚往上走的 那你自己要衡量清楚了 早上我们是加码微钢 又买了又涨提 之前我们就买两次了 87块钱买两次 那我不知道你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感觉还不错 做完航海王 我是要做钢铁王 那今天 华融也没大涨啊 这个破桶也没有大涨嘛 对不对 华融第一桶也没大涨嘛 对不对 那钢铁股呢 我们加码那支尾盘 有拉直线啊 拉直线往上走啦 所以我是跟你讲 铁股股票没在乱买啦 你如果买到七张点喔 我是觉得说喔 你要有一点耐性 搞不好 你做不成航海王 你可以做钢铁王 对不对 那如果你都做不成 那起码可以做个王八蛋 那不然应该怎么讲 你只能做我妈蛋而已啊 是不是 你像这两天我们有 一两组下去买这个 这个也涨停啊 对不对 昨天就大涨了啊 那你这边突破就要买了嘛 上来今天涨停了 已经涨停了 已经突破了 对吧 这个也是很久没涨 那你也不要认为 他只是涨一天而已 我是先这样跟你讲 你不要明天又开门 啪又涨停了 然后你就说啊 老师你们这个股票怎么样怎么样 有些股票他上涨 他先走筹码面 技术面 之后他才会告诉你说 他开始转机了 接到大单子了 开始有跟 一些同业的公司 上下游的公司 开始做整合 然后开始转亏为益 那个时候又是涨第二波了 所以你要看清楚 有些股票 技术面如果突破的话 通常后面都是有故事的 我是希望你听得懂我在讲什么 可是有些人他是 假装听不懂啊 那我们就 就假装你真的听不懂 威刚今天涨停了 那你说老师 那威刚涨停你有什么好解释的 我说 其实我不是想要跟你解释 我只是想跟你讲这支股票 叫做金豪科 金豪科这一段我们也落实掉了 落实掉 可是我们这边有买 这边有买 买了两天之后 他给我喷上来 喷到124我们走掉了 结果呢 卖完之后他给我涨到150 他给我涨到150 有害我后面这一段没有赚到 后面这段没赚到 这会员可以作证 那为什么这个时间点要买 那我就告诉你 那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个时间点要买 突破嘛 这边是91块9 91块8 91块9 今天早上一开盘就突破 突破 突破加码 什么叫加码 加码就是原本我们就有了 看清楚人家讲什么 老师你们之前怎么样 之前我们就有了 对不对 有图有真相嘛 4月6号就开始买了 87块 87块 那为什么今天他大涨 他有长龙耶 77800多张耶 长龙又涨了一倍耶 你懂为什么 他还没有说他卖掉耶 他还赚一倍多耶 听说持股成本只有三十几块而已 现在长龙海运75块9 所以他是赚一倍 这其实1800多张耶 他赚一倍耶 所以人家是理财高手 你懂为什么 那你说老师 为什么我今天要讲这个 对不对 那你今天突破你为什么不买 你很多人都看节目嘛 对不对 你像前一天我就在line上面 我就贴说 你要注意 威刚法人在买 对不对 法人在买 法人动作越来越积极 可是有些人他听不懂 对不对 一样看那个line 他就看不懂 他假装看不懂 那其实我都写得很清楚嘛 三大法人前一天买了多少张 低点不多了 那低点不多了 当然是告诉你买点到了 可是很多人他会看 对 看到掌停板的时候才打来说 老师掌停板可不可以买 掌停板你怎么买 掌停板就喷出了 这突破一个大区间 他就是要往上走了嘛 对不对 金豪科那时候也是一样啊 突破整个盘整的时候 他就是要往上走了 往上走了嘛 对不对 这一段没有做到 没关系你做这一段嘛 对不对 只是说我们这边把它卖掉了 有点可惜 后面少赚了二三十块 也是少赚了 但是这一波我威刚我就不会放弃 我就一路要把它往上看 我是觉得他有一路往上看的感觉 志威 这鸭尾找买点啊 投信在买 你当然现在还不知道为什么买嘛 对不对 反正投信买 他要写报告的 他也不是普通人 对不对 你像我们投股老师也不能乱叫股票啊 你总不能买一个烂股啊 对不对 每天跌停板 不是掌停板就跌停板 我跟你讲 那个连老师都被调查 你知道我讲哪一支啊 开盘掌停板 隔一盘就打到跌停板 然后在那边啪啪啪 我跟你讲你要小心一点 拉回我要买 我今天没有买 没有买志威 因为我们买威刚 资金喔 资金喔 不能天天在那边恶搞 天天买 天天all in 有时候要卖掉一些旧的股票 你才有钱去买新的股票 这个才是正常的操作 也不要什么天天都all in 什么400也加码 500也加码 600也加码 然后到时候开盘掌停板 又隔一盘 又跌停板 然后又拉起来 哇你们这样真会搞 那这样是不是要害死人 其实他们就是要害人而已 那股票这样切这么大 那一定是要害人而已 那傅金童今天也是创新高 我是不知道你看得懂K线 看不懂K线 我们好像是买在这里 你自己去看 我们好像买在这里 现在在这里 我也不知道你的逻辑是怎样 这样子 有没有赚钱 我不知道 我图卡贴出来就很清楚 4月12日19.3 对不对 就在这里 我不知道这样有没有赚钱 你自己看 今天创新高 今天还来到波段新高25.9 对不对 我只告诉你一件事情 一路创新高 这确实嘛 对不对 好消息见爆了 还没有啊 诶 他没有好消息 他为什么一直涨 一定有问题 所以好消息还没见爆 你现在还没看到 对不对 那很多LINE的好朋友 已经知道目标价了 那观众朋友很多人 他没加入LINE 他还不知道 那 等一下我们进广告 你有需要的 你想知道说 老师我手上刚好有 对不对 你就问一下我们助理说 大概老师所会长要几块钱 所以我们开放你问 那如果说你不愿意问 不愿意问就算了嘛 反正你应该也是没有 应该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啦 因为我看了一下筹码 大概都在大户手上 应该大部分的人都没有 我只是告诉你 如果你想知道 等一下进广告 你可以问 那如果不想知道的话 那你就算了 不刚我的事 反正19块没有买 你25块9也不会买嘛 这很正常吗 对不对 30的时候再问问看嘛 对不对 40的时候就说 好像真的咧 对不对 反正不重要 反正你想知道的 等一下 你进广告的时候 可以打电话问一下助理 我还是提醒你 你口气好一点 姿态放低一点 人家要帮你是一句话而已 我不知道你听得懂 听不懂啊 你打电话来 拜托助理跟你讲嘛 对不对 那很简单嘛 嘴巴甜一点 什么事都好讲 好 我们先进广告 再回来现场去 让您金流年一路旺到底 惊喜专线 02-8511-3366 02-8511-3366 02-8511-3366 顶页头顾 显 Politik 达成立及 制双字ivat 会订阅 中文字 있어서 一鹿 AUT 從實戰中克服人性並戰勝主力 我們不斷地超越自己 也協助您實踐夢想 相信從頂頁開始 我們希望複製一個又一個成功者的故事 而每一個成功者都有一個開始 相信我們的專業 相信自己 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 相信專線028511-3366 8511-3366 頂頁投顧 翻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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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在我現場 觀眾朋友 这盘走到这里真的是 欲罢不能啦 那我希望你是天天开心 天天开心 有钱赚你就努力赚啦 倒不是建议你什么all in 或是怎么样 就是有时候你该灵活的时候稍微灵活一点 不要 一个脑筋 死脑筋在打打结这样 不需要这样 那你看嘛 今天财经也涨停 21块 其实我8块就开始讲 11块公开推荐你 那21块 我真的也叫你追不下去 他现在是这样 彩金300亿 友达就不用讲了 友达我也是给你推荐 16块给你推荐拉上来 我也是叫你先走啊 29块对不起 我眼睛没有看错是29块 但你当然不是很认同啦 我是知道你不是不是很认同 你像群创也是啊 群创这一波也上来啊 他今天28块 他面板就真的缺货嘛 那附近通也是面板嘛 你懂我意思喔 你另外一支小面板 安可也是天天在走啊 安可为什么涨 对不对 你当然是买彩金啊买友达买群创啊 你要买标股的话 我可能就推荐你说啊 那我们找筹码轻一点的 这是很合理的 那你说老师那我现在还要买面板的话 还有什么面板可以买 我说只剩下这一支还没涨 你自己看 这一档叫瑞宣 80亿 2489瑞宣 我跟你讲 我会员没有买喔 但是你去看 他这个就是旗行 一个上升旗行 他这个只要一突破就冲出去了 又一段 可能又连续一个四五支藏红 所以我跟你讲喔 这种股票你要特别注意 他在这里 他去年也有赚钱喔 今年应该也会继续赚钱啦 因为他属于面板啦 那我是跟你讲 这是旗行整理 那你很简单啊 今天没有涨对不对 今天友达啦 群创啦 彩晶都 喷出都涨停板嘛 对不对 那你要注意啊 这种股票只要过高 你就赶快追就对了 这种股票你就技术面操作 过高 快 快买 你这样喔 今天威刚也是啊 过高一开盘就过高 快加码 我恶话不说 我就叫会员加码 管理的 收盘涨停板 99块1 还好我有加码 熟悉就是这样啊 还好我有加码 对不对 可是你要看喔 我先讲清楚喔 我是跟你讲说 如果你真的要买面板 剩下这一支没有涨 但是 你要特别注意就是 他在这边整理 我也不知道他整理几天啊 他只要一开高冲过去 你就赶快买就对了 中股票十几块而已 剩下他还没涨 基本面也没有比较差 基本面也没有比较差 所以你自己 罩子要放量一点 该买的时候不要在那边捅啊 你要捅半部 对不对 你又不是要去海津去捅花机 对不对 你可能捅花机 捅不半价 掉花枝啦 你可能没有掉过 你掉过的话就知道我在讲什么 你又不是要捅花机啊 每天在那坐 该出手你要出手嘛 一开高不对 压回赶快买 掌停板 贵源作证啦 一定买得到 你扣出去还打到91块5 91块3 通通买得到啦 通通买得到 你收盘掌停板 当然有些人他赚更多啦 他 不是现股买 他还融资买 有的更厉害的会员还 买权证 那赚翻了 一天都赚一倍 你知道一天赚一倍 那客户啊 直接贴那个 他的部位给我看 我说哇 这么厉害 人家也是这样赚钱啊 对不对 那你就不要讲啊 长龙掌停板 如果你买长龙的权证 棒 一天 可能就赚一倍啦 对不对 所以当然 你赚钱的话 有时候你会觉得说 哦啊你这个老师哪有赚的啦 对不对 我自己做也赚得很多 对 很棒啊 我也是觉得你很棒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 守得住的才是你的 德惟今天要创新高 盘中的掌停板 这我就不追了啦 来117的我就不追了啦 那今天这一支就讲庭啦 你愿意来找我的你就来找我 啊你不愿意来找我的 我是告诉你啊 不要在整天在那边网路上面什么 叽叽车车歪歪的 你在那边鬼火鬼叫也不干我的事啦 对不对 投资股票有输有赢 对吗 对吗 你不能输你就是滑白人嘛 刚好你没得到就人叫掌停板 那就算你倒霉 对不对 我有告诉你说你 要来找我啊 那你不愿意来找我 那也没什么好讲的 没什么好讲的 事实就是这样 大象在跳舞 你要注意啊 他禁止17块8毛3 金利科 你也想追你就赶快去追啦 祝你大赚 请上帝保佑你 开始割韭菜啦 反正小白就是无辜嘛 对不对 我好无辜喔 我们老师都害我陷害我 他好不容易挖这么大一个坑让你跳 不害你害谁 听不懂 这不是在害人 这是在害什么 这不是在害人 这是在害什么 开盘涨停板隔盘变跌停 然后锁了一盘又又拉起来 你还要玩嘛 我知道你还要玩啊 四星ky 也是啊 盘中差一点跌停啊 那差一点跌停 那我问你嘛 他有结束吗 他每天都还要创低啊 今年的低点是453嘛 他也是波段来的低点 这种股票这样有止跌吗 你觉得有止跌吗 你起码三天亮说 没有破新低 那才有可能止跌啊 这很明显没有止跌啊 是不是这样讲的 我这样讲很公平吧 那你觉得他止跌了吗 今天盘中 285 这样有止跌吗 也是创波段来的新低点啊 新低点啊 那怎么样 收盘没有跌停 那明天如果又跌停了 明天如果又跌停了 我昨天我节目就跟你讲啊 他昨天掌停嘛 我说 如果明天跌停我看你怎么处理 那是不是又跌停给你看 是不是又跌停给你看 到底是我准还你准 对不对 那其实也不重要啊 重点是 五六百的时候你要记得下车嘛 是 一定是有人大赚 而且我希望观众朋友是你 但是大赚之后你记得 要换股操作 不然有人会破产 可是有人还是听不懂 对不对 所以我在唱衰他的股票 好可怜啊 4月12号就介绍了 4月13号人家买你都假装没看到 4月14号人家押回又买 你也说没看到 创新高你也说没看到 又创新高又说没看到 那到底你什么才看得到 对不对 又创新高了 到底怎么样 你们有没有赚钱 人家低档买的 然后都创新高了 你还问我们家有没有赚钱 你是不是一个很可爱的投资人 不知道是不是你啊 我知道网路上面很多 我不知道啊就是 不知道是天生小白呢 还是装无辜呢 还是装不懂 就很奇怪 就很奇怪 那你如果想知道的话 欢迎你打个电话过来问 我只是告诉你 反正好消息还没见到 还有得玩 还有得玩 就继续玩 跟着我一起来 祝你明天大传 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讯评 估并自负投资风险